第三章 脚 斧 脚的回旋 八 作者 毛海健 四 齐善与广东谈判 齐善与伊礼布只去相投 却没有伊礼布的那份幸运 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 英方的开架与清方的还架 差之嚣嚷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麦尊至中国宰相书 作为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 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 赔偿备焚鸦片 二 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三 割让沿海岛屿 四 赔偿商欠 五 赔偿军费 但是以上五项并不是英国的全部要求 1840年2月20日 与巴麦尊至中国宰相书 一并发给全权代表乔治义律和查理义律的 还有巴麦尊的第一号训令 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 为了使全权代表能充分理解不置有误 巴麦尊还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 共乔治义律和查理义律在谈判中使用 该草案共有十条 一 中国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上海 宁波为通商口案 二 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案派驻官员 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三 割让沿海岛屿 四 赔偿被焚鸦片 五 中国废除航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 赔偿军费 七 为付清的赔款以年利5%计息 八 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 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 赔款全部付清后 英军方撤离 九 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 一试两份 文艺解释以英文为主 十 条约在规定期限内 由双方君主批准 如果我们将此两份文件对照 就会发现 条约草案中 第一 七 八 九 十条 为至中国宰相书中没有 而第二项中增加了派驻官员 第五项中增加了废除航商制度 对清朝来说 后一份文件要苛刻的多 那么这两份内容 有着不小差异的清单 又应以哪一份为准呢 巴脉尊规定 以后者为准 同一天 他给乔治义律和查理义律的 第四号训令指出 条约草案中 一 二 及四至九个条 是必不可缺的条件 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态度 对于可以通融的第三条 也就是割让沿海岛屿 他又提出了五项交换条件 一 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 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 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择利 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择利的税费 三 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 四 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 以人身虐待 五 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迈尊还明确指示 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割让岛屿 需将上述五条列入条约的第二条以后 其余各条的编号也随之改变 由此看来 只有第十条 也就是双方君主批准条约的实现 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 为什么巴迈尊在至中国宰相书中 没有开列英国的全部要求 他开出两张不同的清单 是否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 不过 我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巴迈尊在其至中国宰相书 开列其全部要求 必会遭至道光帝的言句 就不会有主府这一层波澜 更不会有齐善的广东之行 清方的还价不像英方的开价 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单 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情辞恭顺的英仪 并不打算开多少恩 主持操办的齐善 有时的让步只是得到事实上的批准 因此清方的还价出自圣财的有 一 承办林则徐 二 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同商 出自齐善的建策或出自齐善的实际操作 而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 部分赔偿被焚鸦片 四 中英官方文件来网用照会 此外 还有一项不见于任何文字材料 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悉悉闻到的是 道光帝打算对猖獗于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走私 掩开掩蔽 不再绳之以法了 从清方的还价来看 其第一项本非英方的要求 而清方又最为看重 此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别是深层的 其第二项只是循规旧态 与英方要求无口通商的禁逼恰恰相反 其第三项不能满足其全部赔偿的要求 其第四项虽解决了平等文书的问题 但没有确立两国官员交往的其他城市 即便那项对鸦片走私的默许 也不符合昂格鲁萨克逊人的脾胃 他们此时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 但巴麦尊已指示英方代表 劝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 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谈判中讨价还价本是一种战术 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谈判者有权做出让步 而主持广东谈判的英方代表查理易律和清方代表奇善 显然都不具备此等资格 英方的权权代表本为乔治易律和查理易律两人 1840年11月 乔治易律因身体不适去职 查理易律成为唯一的权权代表 他虽有权权之名 但从巴麦尊训令中可以看出 查理易律无权降低英方的要价 实际上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谈判 在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明确主张用大炮来说话 对方要么接受条件 要么动武 不必纠缠于交涉 齐善身为钦差大臣 其职权范围比查理易律还小 他不仅没有提高还价的权权 而且据清朝的律规 他也没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权 时时事事都需请旨办理 他在京请训期间 道光帝有何指示 今天已经无从查考 但是从后来道光帝的上狱中可以看出 对英姨的桀骜不逊 道光帝是绝不让步 主张立即动武的 因此 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 巴麦尊和道光帝 义律和齐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 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 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形式 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该立即开战 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嗦 但是 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 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 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 于是义律和齐善都利用着小小的松弛 一轮又一轮的交涉 演出了双方导演都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 实际上是义律越拳 齐善为止的活动 其中义律走得比齐善更远 这样的谈判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静思索的判断 而当时的两位当事人 齐善和义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 义律由周山南至澳门 29日他发召会给齐善 也就在这一天 齐善由北京南至广州 途中56天 比他的前任林则徐少用了五天 12月3日他发召会给义律 中英广东谈判正式开场 在这次谈判中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义律 他似乎没有把八脉尊训令放在心上 从现存文字材料中 似从未合盘拖出八脉尊起草的 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 他最先的出牌 仍是至中国宰相书的条件 以后的出牌又不停的变化 他好像是害怕一开始就吓跑了对手 采取的是逐级加码的战术 自1834年以来 义律来华已达六年 由隋元升至对华商务总监督 全权代表 期间从未回国 他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 善于用曲折的手段达到目的 得寸进尺 在与邓廷真 林泽许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后 突然实现能与大臣 绝格不堂 其善这样的天朝顶尖人物对等 直接交涉 不免喜出望外 从他给巴脉尊的报告来看 他对此时清廷出现的和缓意象非常感兴趣 企图诱导这种异象的发展 而不是挫败之 他的报告也使人产生一种 模糊朦胧的印象 他似乎想做一个 力压千金的秤妥 由此操纵中国政治的趋向 当然 所有对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 已经游离于本书的主旨之外 不必深究下去 但若要我做一个一般性的评论 那就是 他在天朝待的时间太长了 守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 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 用起来不那么老道了 其善在交涉之时 便予以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元 而对英方的其他要求均于婉拒 他本以为有此烟价之书恩 即可大体成交 而没有想到 对守静如此不进事里 要求无厌 因此 在步步设防之后 他又做出一些退让 一 烟价增至六百万元 二 代为奏肯圣恩 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 但只准在船上交易 不得上岸居住 特别有意思的是 其善在赵会中不断更换角色 有时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 有时如义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劝告 而不太向清政府进行交涉的正式代表 还需指出 尽管在今天的人的眼光中 其善的赵会充满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语 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中 其善的嗓门还是属于低调的 这也是一律可以接受 巴麦尊不能容忍的原因 实际上 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来 其善对英国的了解 也确实多于许多清朝官吏 但始终没有弄清楚两点 一 天朝对英国有多大的经济制裁的优势 茶叶大黄至迪说已不再提起 而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仍未动摇 准许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 二 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为何 既然英国口口声声宣称为报复林则徐而来 那么林则徐已经革职 林的举措已不行 甚至林焚毁的鸦片都赔钱 英国还有何愿意 还有什么理由非奋要求不休呢 至于英国要进入中国市场 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等等原因 既没有人向齐善说明 而且即使有人说明 齐善也不可能理解 因此 齐善虽已看出事情非常难办 但还以为手中有几分左右局势的能力 赵会上仍有笔自如 如此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 双方的来往赵会共达十五通 其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 但在天津经历过六小时争吵的齐善 一直拒绝 1841年1月5日 义律终于搬出 八脉尘训令中的杀手锏 赵会齐善 依照兵法办行 1841年1月7日 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 大角 清军大败 战败的现实 似乎使齐善尚有幻想的头脑 变得冷静了 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但齐善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 却不免慌乱失措 1月11日 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权限 擅自做主 赵会义律 做出重大让步 一 代为肯奏 给予口外外扬寄居一所 二 代奏肯恩 广州开港恢复贸易 条件是英军归还舟山 很可能在其心目中 用虎门口外的不毛之地换取舟山 外加英军从杀脚大脚两处撤退 还算是有力的生意 齐善的胆量真是够大的 而义律此时的表现 也全无昂格鲁萨克逊人的风度 他明明知道 齐善召会上所允的一切 只不过是带奏 算不上是正式同意 尚需得到圣旨的批准 但是却硬将生米当作熟饭吃 我在序论中已经提到 1841年1月20日 义律根据齐善召会中那句含义不明确的话 宣布已与齐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 1.割让香港 2.鸦片赔款600万元 3.中英平等外交 4.1841年2月2日 恢复中英广州贸易 1月26日 英军强占香港 1月28日 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 博迈致函清军将领 声称有文具在案 要求撤退香港岛上的清军 一律此类偷偷摸摸的勾当 激起八脉尊的极度不满 并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协定的存在